首先,我報告6月9號大陸人士在淡水非入境案的側進作為 在6月9號9時許 海巡署第三形容區域指揮部 沙倫雷達 在淡水外海流海裡 發現並鎖定一艘可疑船舶 淡水第二輿港安全鎖人員抵達現場後 發現一名中國級男性 隨即當場將該中國級男性逮捕 那本漢沙倫雷達操作員在淡水外海流海裡 即鎖定該目標 但是將 其誤判為一般環港作業之國級漁船 雖有通報淡水第二輿港 及巴黎安檢所人員 實施目標辨識 為為其調派巡航艇前往攔截登檢 另外巴黎安檢所辨識該船為 非我國級漁船後 也沒有在第一時間通報查契 鄉人員卻有疏失 人數的話 今天手上 海峽部必須召開考驅第一位 針對北部份組合所長 一直到北超手 總共有10位 萬別注意 深陷到寄貨主任 初步見識發現 他有 地面 非常多的留下 所以我們研判 他這樣治安過來是合理的 另外也有發現 相關的 他的生活 花花水等等 那這一部分的話 詳細的空氣 我們還要進一步 見識跟調查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大家好 我是黃國昌 大家好 我是黃珊珊 祝福風燦傳媒 一歲生日快樂 祝福風燦傳媒 一歲生日快樂 祝福風燦傳媒 一歲生日快樂 希望風燦傳媒 秉持政治 持續公正報導真相 發出台灣的聲音 祝福生日快樂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 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 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 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 感謝你 感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